你 什么事 有嫌疗疗吗 你不是没话跟我说吗 我错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错了是万能剧啊 杨华 你现在这么没有原则吗 我说过我的原则 是我希望我在乎能够因为我而获得幸福 而不是现在这样以为我产生矛盾 这个情节我一定要解开 你别这样说 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跟你没关系 这一切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我嫉妒 嫉妒 你说得对 我嫉妒他就会 我嫉妒他陪你走过了七年的时间 我嫉妒他给了你很多难忘的回忆 所以我甚至嫉妒他比我更早遇到你 但说到底 我觉得我比他更幸运 因为我拥有了现在的你 和从今往后每一个情人 所以你别扭了一整天 就因为这个 我不太会说什么好话 但是我不希望你不开心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幼稚 你这样很可爱 你是不是因为喝了酒才跟我这样说话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酒后涂真言不靠谱 所以我就想真诚地 清醒地和你说 清醒地和你说 酒都开了 一起喝呗 所以你看呀 他们公司呢 就是把那些房子从房东手里低价租出来 装修好了以后 再台价租出去 但这种都要规模化了以后才有效益 我算了算 我算了算 按照他们的租金 就算连续租五年 只有一年半是有盈利的 利润率太低了 根本不赚钱 早已人干嘛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 你不懂不懂 这个公司完全可以不用自己的资金来操作 怎么操作 他只需要把自己的服务包装成一个理财产品 这样就拿别人的钱来赚钱 然后再用这个项目去弄一个信贷产品 全一笔钱 再来圈的这笔钱去赚租客的利息 这广据好处利率多少 十六 你看 百分之十六 他在银行做这个信贷产品 应该把它做贷罚 赚取最多也就百分之一的手续费 里外里他的成本也就百分之十左右 总算下来中间差了有百分之六 还有 房子的装修也完全可以使用贷款 银行的装修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四到八 如果装修一套房子需要十万块 用自己的装修公司 可能成本只有八万不到 那我同时装修十套房子 这个数可以更低 然后我再用这种方式 用低利率 向银行可以带出很多的钱 这样利率差就会更大 这样的算好数 很少的钱就可以敲动一个很大的盘 你不是说这个人从花的结束来的吗 对啊 你知不知道做金融最擅长的是什么 算账 编故事 慢点 其实婚姻对于男性来说很重要 往往老老板婚姻不放的就是男性 因为婚姻的制度 本身就是夫妻社会的产物 它的出现 纯粹就是为了确保 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男士 能够以家族的形式 将他们的财产 传递给他们真正的血脉 男的天性是什么 独占 这点我同意 我呢接触过很多离婚案 反而都是男性不愿意离婚 就算他们自己是过失方 离婚以后呢 男性往往会迅速地再婚 女性呢就会选择独立 单身 或者是很谨慎地选择下一次婚姻 我 我这个 你这个不用了 我来吧 以上说的 男人只要有想要的东西 他就一定会独占 甚至是对于那些不会跑的游戏机 相机都是这样子 更不要说会跑的爱人了 巴不得把他取到身边才安静 作为男性 你就没有点自身性别优越感吗 男性的基因其实很脆弱的 生物学遗传上的淘汰率远高于女性 而且接受同等的教育 女性的表现丝毫不会比男性的差 更何况 人类生存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传递基因 哪怕你洞察了宇宙的真相也好 只要没有人跟你生了育女 你的基因一样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上 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男性用了几千年的时间 去打压女性 愚弄女性 试图将女性圈在围场之内 这种禁锢远比想象得更脆弱 不用几百年 女性已经完全自由 而且互联网时代 男性也不再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所以 做男人有什么好骄傲的 跟女孩子结婚 好像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施舍一样 我只能说有种想法的人都极度愚蠢 极度狡猾 极度幼稚 果然好看的皮囊千片一律 有趣的灵魂才是弯谷柳香 嗯 真香 你干嘛这么开火 今晚一起睡吧 算了 好 我不是说算了好 我是说上一个好 来不及了 这种问题超过三秒已经结仇了 哎 我们把今天体積到最后 看得到最后 但是最后的今天 因为一阵子都不及了 我把小崇拜他 这些身体 放写 小姐 中国人 众 老 老 好 好 那个学妹呢 就以她为榜样 奋发图强 以她为标杆 超过她很多的考试纪录 陶俊辉呢 大学的时候参加过 四次变述比赛 其中唯一就有一次 没打最佳变成的 就是被这学妹给打了 好 建议调查一下 曹一任公司广善好租的 产品背景 以及各种融资状况 好 如果你忙的话 我就不打扰你 等等 好 睡觉吧 我想先问你个问题 明天再问 不行 不用我睡不着 好 又死了 对手看起来很专业啊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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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打完了 哎 死了 马上呢 输了吧 没呢 没呢没呢 打聋了 不敢了 我够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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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上吧 上吧 你该死了吧 你该死了吧 他没呢 马上打大龙了 哎哎哎 你该死 我站在旁边 你还不见 我脸上看 我照顾了 你不相对 你还是不可恥 还好那个人是你 这一定是命运的赠予 其实是错误的出场时机 也没阻止一场注定的相遇 还好那个人是你 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 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 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 Go away with me tonight 月亮星星低向了眼睛 Go away with you 你最近是不是偷偷背着我干了点声 我蓝地色的挑战爱情 我怎么听说有些人 在自学法律 要当律师了 没有 有什么不懂的为什么不问我呢 你呀 先管好你自己吧 瞧不起人 我想帮你 帮你早点完成自己的计划 但是我们专业上相差太大了 我还没有狂妄到 可以不了解你的领域 就对你指手画脚 你为什么要帮我 什么为什么 这难道不是我应该的吗 你以后有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问我 我不想从别的女人那儿 知道我老公在干什么 我跟李太绝对没有不正当的接触 好 我相信你 你呢 为什么喜欢我 你不知道啊 我呢 我喜欢你这里 还有这里 这里我能理解 这里 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个人 内心特别的干净 简单 而且 也还特别的勇敢 善良 我已经 见过好多好多的坏人了 我觉得能保持内心的这份纯净 特别难得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 嗯